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Baby 你在我心里 已是最美的girl Baby 不用太刻意 爱会发生在everyday 和你一起的时候 多希望太冰冻 爱上你我肯定 爱你以后的每一天 Baby 你就是我心里的唯一 Baby 我就在你心里的永远 Baby 这一切的最美丽的 这一切的最美丽的 这就是爱 Baby 习惯了重复 爱上你 我终于找到我的 It's my love 我终于找到我爱的 And my love 你爱的 这就是爱 Baby 习惯了重复 不爱上你 我终于找到我的 It's my love 我终于找到我爱的 And my love 你爱的 It's my love ity And my love ik IG It's my love And my love Since you love And my love You的是憋爱的 I love 你就把秦子齊看好 不要讓他跟正凱了走在一起 不然哪一天真的會出事 不會啦 不會 雖然秦子齊看起來皮皮的 但是我知道他不是那種人 我也相信他不會做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你別傻了啦 要比心機 人家是EMBA 你是YMC欸 欸 我跟你講一個大八卦 你不要說出去喔 我聽說啊 胡副總會被幹掉 就是正凱了在背後捅他一刀耶 真的假的啊 不要亂講耶 拜託 你都不知道他的手段有多厲害 你最好小心一點 不然下一次喔 被他在背後捅一刀的人就會是你啦 你在幹嘛 我不是說 暫停打火一個禮拜嗎 跟我出來一下 我有話跟你講 你來得正好 信任剛好有話要跟你講 拜託說 對 我不要你想給他 瞪一張 我等他 我 antes b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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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s 其實劉宇鶴說的沒錯 以後除了公事以外 我不會私下再跟正台分別了 是不用做成這樣 畢竟大家都是同事 如果你以後要跟他私下見面的話 你就先跟我說就好 我以後真的不會再私下跟他幫忙 那你能不能答應我 以後不要再對我學話了 你如果還有什麼事情瞞著我的話 你現在趕快講 其實我們家開的那種雜貨店 跟你想像中的雜貨店有一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比一般的雜貨店再大一點 賣的東西也比較複雜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 你家開的是三十九元的五金雜貨大賣場對不對 比那個再大一點 那東西不就很多 你知道嗎 其實我平常也很喜歡去逛那種三十九元的大賣場 真的很好逛 我真的知道 裡面買東西很多 很誇張 什麼都有在賣 而且很便宜 很好逛 我之前在那邊買了一個平底鍋 真的很好用 我原本以為他用一次就會交掉了 結果沒有 用了還蠻多次的 而且蠻好組的 那邊買了 誰見了 你幹嘛 你答應我 你 以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你都不會離開我 我不會離開你 你走 你以後還站著去啊 那我帶你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塞 你不是不敢吃我阿珍的吗 秦先生 就是你带我开发的新食物 以前我根本就不敢吃这种东西 但是上次吃过 我觉得 怎么样 还不错 秦总盈 沈宗盛啊 这么巧在这里见到你们 我们也来这边吃东西啊 你好 你也要吃吗 好 经常吃惯了高级料理 偶尔换换口味 也不错啊 老板 再一份 来 沈组长 在这里吃东西胃不胃生啊 应该还可以吧 吃很多年了 你常常在吃路边胎啊 没有 没有 也还好 我平常都自己在家煮 有时候才出来吃 沈组长 我很好奇 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我家 我妈妈在帮人家修改衣服 有时候也卖一些自己腌的酱菜 酱菜 对啊 改天有机会我拿两罐给你试试 对啊 沈妈腌的酱菜真的很好吃 不用麻烦了 我不吃烟丝饼的 会治癌的 每个人口味本来就不一样 吃得开心最重要 路边摊就是路边摊 好不好吃不重要 它卖相不好 登不上大雅之堂 上不了台面 好不好吃才是重点吧 卖相差包装一下就好了啊 栗子比辫子重要 个性比身家背景重要 多钱拿着 这多少钱啊 五十块钱 不用找的 好 不 你不要付了 我请你 我请你 老板 等一下一起算账 好 你试试看啊 味道真的不错 我突然间有点 有点反胃 你们吃就好 好 是不是知道这些有钱人在想什么 这个也不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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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有害臭 有机会你都跟他相处 我们知道 我看这个机会 还是留给你就好了 这么可惜 笑了又破气 好 老板 老板 帮我打包 好 好 今天 今天 这一战假期的消防量还真不错 比去年同时期要增长30% 跟董事长报告 同仁们都很努力 当然今年华姐贡献了不少 董事长其实我担心的是 华姐最近经常来找Jason 这样Jason的身份很快就曝光了 您跟他打得赌 到时候怎么算输赢啊 她是紫棋的母亲 又是公司的大股东 我她要硬来我也拦不住她 只是紫棋好不容易改掉过去 那个公子哥的毛病 现在她这个母亲出现 简直是跟我作对的 你们在聊什么呀 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啊 华姐您怎么自己上来了 下次给我通电话我好去接您 你都忙得没有时间嫁人了 我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嘛 我一个人过惯了 结不结婚无所谓 我快去把自己嫁给工作了 谢谢 如果你没有事情 你可以先出去 我跟董事长谈话 没有必要在场 董事长 我先出去了 它说话 人岳已经跟了我十几年了 你说话她没能客气 呢 不就是当年 一个来店里 打工的小会计吗 今天被你升到了副总 我就得看他脸色了 你想召开董事会 到底打什么主意 这间公司从无到有 不是你秦穆白 一个人的功劳 当年要不是我娘家 替你担保去银行贷款 你哪有今天啊 我更不想看到 我好好的一个儿子 就这样被你毁了 不论是对公司或是紫棋 我们离婚的时候 不都已经讨论过了 紫棋回来台湾之前 写了一个企划案 要改造金石百货的 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纸经营上流社会 专卖超高价位的 奢価产品 美食区要卖法国料理 还有日本的怀氏料理 还要把公司旁边的公寓 通通拆了 把这些老邻居赶走 幼稚 无知 还自私 完全不顾虑公司的这个形象 简直是一无是处 那是你看不懂 我倒觉得仔细写得很好 那是将来 我们公司营运的方向 金石百货的董事长还是我 公司的营运方向是由我决定的 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 不然开董事会 看董事们支持谁 还有 紫棋在公司和一个基层员工谈恋爱 但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绝对不会接受的 就叫你吃摸摸车穿多一点 就近变天了 小心不要赶跑 才不会的 一定是因为你刚刚在偷笑 我刚在偷骂你 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谁先不正经 你不会是真的感冒了吧 请你感冒吧 不至于拿下来哦 哇 真巧 宋國魂 还不就是你们营业部的 乐乐 有这些公文你不要送我 我叫人去哪 不会是的 不用啦 这是我的工作 乐乐 你先不要走嘛 你要干嘛啦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经理我订了一家超高级的海鲜日本料理 那边每天都从北海道空运来台 在北海道沿岸所捕获的深萌海鲜 不知道你愿不可以闪个光跟经理我 史经理 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我 但是 史经理 你怎么了 终于啊 你终于了解我的一片心意了 史经理 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 油腔滑掉又不负责任的男人吗 对耶 你说的没错 像这种油腔滑掉的男人最下流了 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呢 真是最噁烂了 经理我也最讨厌这种的 在路上我借一个打一个 史经理 你真的是没救了耶 谁没救了 我说的是你啊 我 我 我耶 再怎么说我外表看起来也是一个玉树临风的正人君子 想当初啊 在念高中的时候啊 乐乐 乐乐 你等一下嘛 听我说完嘛 你要干嘛啦 就 那个 这个 我 人家今天生日嘛 那你就找同事帮你庆生啊 你不懂 你不懂做一个主管的苦衷 你不懂身为一个主管 在职场里 就容易被定位成反派的角色 同事们防我 就跟防贼一样 在办公室里 我交不到任何一个知心的朋友 同学们 结婚的结婚 家人的嫁人 家人 父母 也都在国外 所以每当到了生日的这个时候 我只能 我只能 我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都没有人可以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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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一个人 徘徊在海底的街头 一个人 玩 and only 孤单的 光光的戏 还敢在我的眼上 我都分不清 那是雨水 还是泪水 周小动物走九遍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只会想要寻找一个属于我的港湾 还见我的空虚寂寞 这种情形 已经过了许多年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么可怜啊 真的 算命的说 我姻缘浅薄 要是今年我生日 我不能够找到一个命中注定她爱我的女孩 那么我就要找一个我真心喜欢她的女孩陪我过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勒 会怎样 明年是农年啊 就是我的本命大限 农民历上有说 太岁当头座 无灾亦有祸 要是今年生日 我不能够找到一个我真心喜欢的女孩陪我度过 那么我注定空虚寂寞 觉得冷一辈子 甚至还有可能减瘦二十年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这么惨啊 我的乐乐 听你知道 你觉得我配不上你 但你要知道 我对你的爱都是真心的 就算是同情我 哪怕是一次都好 我使他 绝对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 不要说来世了 就在今生 我一定会做牛做马 来报答你 看是要蛮牛还是马力夯 都好 可以吗 哎哟 好啦好啦 七点 七点 我们就约在门口 那约好门喔 我不想被同事发现啦 好啊 到时候见 是 夫人 我知道了 我一定准时赴约的 秦子熙专员也会到吗 好 我知道了 晚上见 好 郑经理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希望郑经理以后 不要这么粗心大意 一下莫名其妙掉耳环 一下要喷香水的 这样很容易造成秦子齐 和姓仁之间的误会 会有报应耶 谢谢你的提醒 以后我会注意她 那就麻烦请郑经理高抬贵手咯 可是我也请你注意 公司的职务伦理 以后跟我讲话 请注意你的用词 的语气 听懂了吗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也有空 我们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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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你先喝這個 至少它是熱的 神經人 你真的發燒了 走 我帶你看醫生 不用啦 看醫生很貴 家裡還有感冒腰 掛號費你也要省 我就先吃 不行再去看 感冒腰放哪了 在那邊那個櫃子裡面 2001年6月12 神經人 這藥吃下去你會很嗨 你要幹嘛 我聽說把感冒傳染給別人 馬上就會好了 不用了吧 我聽說笨蛋好像不容易被傳染感冒 我怎麼聽說只有笨蛋才會感冒啊 是嗎 嗯 那如果一個感冒的笨蛋 他把感冒傳給了另一個笨蛋 那原本的那個笨蛋他還會是笨蛋嗎 如果一個感冒的笨蛋 把感冒傳染給另外一個笨蛋 那原本那個笨蛋當然還是笨蛋啊 你這樣說不就大家都是笨蛋了嗎 你也是笨蛋 我也是笨蛋耶 對齁 笨蛋 笨蛋 好啦 你先喝湯了 我去幫你買個麻藥店回來 好 互相小心啊 笨蛋 你怎麼知道我坐在這裡 你媽想知道什麼還怕查不到嗎 走 跟媽去吃菜 等一下啦 沈先生感冒了我要去幫他買藥 你媽都親自來找你了 你還不陪我 吃完飯再說 不會就是小感冒嘛 沒什麼了不起的 走 可是他 好 你非要去買藥是不是 你去你去 我在上面等你 順便啊幫你照顧審慶人 好啦 我陪你嘛 我的樂樂 我真的好開心哦 石經理終於有一天 可以跟你一起共盡愛的晚餐了 我 我太開心了 你 你幹嘛啦 這樣很丟臉耶 好啦好啦 那 那待會兒你要吃什麼 你盡量點哦 不要客氣 我可以的 你 你為什麼要這樣看著我呢 你人雖然討厭 但是還蠻大方的啦 這是你第一次參加我 不過今天真的是你生日嗎 是啊 今天就是我生日 就是今天 不好意思哦 我連這個都要懷疑你 不要緊啊 那 我們應該 就先喝一杯吧 祝我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你你繼續說 謝謝你 就先去午休息吧 是 對 正凱兒 他來這邊幹嘛 我只能睡 但我哪遇到她 乐乐 没有关系啦 我们不要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人 影响我们美好的夜晚 再喝一杯吧 祝我生日快乐 秦子齐这家伙连千年灵芝精都吞得下去 我们家这臭小子 不愧是武男的侄牛郎的料 这秦子齐又在变信任 最讨厌这个伪君子了 下流 送我下了 喂 今天我请两位来吃饭 是因为我觉得 你们两位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所以我想要高薪地挖脚两位 是这样的 我打算收购高利百货 然后呢 把它打造成全台湾第一间锁定金字塔顶端 课程的顶级百货公司 不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这想法很棒 很有独特性 针对高消费客户层 每年的收益相当可爱 你 蜘蛀 jed talent comedy hip 辨伦人的三角恋已经很叩拢了 雖然說金公主已經有機會生性了 要不再押灰趁凱鵝 也是弟弟領得住得住 現在還希望殺出一位無大事 到底金公主是在想什麼我哥呢 想你去想 坐一下 來 秦子齊真的是一個超級大蝦咖 你生病趕快放你一個人在家喝杯湯 自己跑去跟貴婦還要正凱而吃大餐 你管管這個花貨好不好 就是因為你太放任他 所以才會被他耍得團團轉 信任你怎麼一點反應都沒有 難道你都不生氣的喔 他有打過電話回來 跟我說他突然有事 我想等他回來 聽聽看他怎麼跟我講 好 那等下他回來你都不要說話 我看要怎麼解釋 我跟你講你睡覺前先吃這個 然後明天早上你起來是要 等你買藥回來信任都要掛了啦 我吃過了 樂樂已經幫我買了 老實說 你跑去哪裡鬼混了 朋友臨時找我有事 哪一位朋友 保羅 保羅 原來章魚哥保羅這麼好用喔 我想請問你 照片裡面哪一位是章魚哥保羅啦 沈憲 葉夫人臨時要開百貨公司 所以她找我去問一些 有關於百貨公司經營的事情 我事前真的不知道 鄭凱還會在那裡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用解釋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一開始說實話不就好了 為什麼要騙我 你不要相信那張照片 那根本不是事情的真相 那事情的真相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嗎 秦子綺 你不要再廢話了啦 趕快回去啦 世人現在感冒 家裡不宜有太多戲劇 我真的不知道鄭凱還會在那裡 而且... 子綺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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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正好啦 這樣我們娘也不在喔 親子綺都開始做怪 你不要在那邊亂講 什麼好沒有 哪裡沒有啊 什麼 你看看這張照片 秦子綺偷吃被我逮到了啦 還死不認錯 她要死不認錯 叫我 兩個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 妳要相信紫棋 這樣子 你們的感情才會長長久久 這我知道 媽 我也很想要相信她 可是紫棋最近 都一直對我說謊 要不要媽幫妳問一下 她這個小孩看起來很乖 應該不會故意要騙妳 還是她有什麼苦衷 媽 不用 妳不用幫我問她 妳... 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 不过这个气氛肯定诡异 是啊 这个气氛好诡异哦 那你们两位鬼鬼神奇的又在干什么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干嘛也给我凑一杯谈办公室恋情吧 Shrek Fiona 我不要 那还不快去办公 你的电子商务计划呢 你的营业报表呢 快去忙去 动起来 好 好 营业幕 你好 秦志祺 经理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沈仙仁是个好女孩 你要好好把握 亏你还是个沈妈妈家的子机 你居然做出这种悲情走兽的事情出来 经理 我真的不知道在找什么 对啦 你都听不懂啦 现在是最正确早 昨天我跟乐乐还是目击证人 我只是他没有封上网 还叫SNC车出来转播 我真的是被冤枉了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郑凯能会在那里 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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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是冤枉的 别人都是真的 我告诉你 罚网回彗 数而不漏 您现在已经违反了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普通诈欺罪 可以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宾科一千元以下罚金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联系邱 不愿意邻快 拿那么多老号で再详情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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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ぎ 喂 乐乐 他们两个现在好像大事不妙 你一定要挖我 我知道你现在生气 你能不能先听我解释 你要解释什么 没什么好讲的 我昨天真的是临时被找去的 虽然他们在吃饭 但是我什么都吃不下 我知道你感冒了 我只是想要赶快买感冒药 赶快回去 我没有跟你讲的原因 是因为我怕你乱想 而且这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感冒了 讲完了吗 我可以走了吗 你愿意相信刘伟的那张照片 就是不相信我的解释 秦子齐 现在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 是你一直在对我说谎 是你愿我没有办法再相信你的 看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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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长得帅就等于靠不住 透吃也不知道插嘴 真是不靠谱 你说是不是啊 亲爱的 石经理 我拜托你不要破坏我好不容易 对你建立起来的一点好感好不好 在开个玩笑嘛 干嘛这样 不好笑 你总是喜欢玩弄职权欺负你的下属 我永远记得你批准信任的辞呈 批准他的辞呈 我哪有啊 我还很情深意中在下面写 予以未留四个大字耶 敢做不敢当 如果不是你批准的话 信任辞职人事令怎么会下来啊 我 这我哪知道啊 我还在想说 是不是上面有人讨厌审信任 所以故意要弄他的耶 You better be 就不要让我找到证据 我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要道歉 太太 你会不会管太宽啊 我是公司的董事 你说我也没资格管 郑经理 我会努力证明乐乐的清白 找到真正的凶手 张女士得的是胃癌第三期 胃癌 胃癌 是人啊 妈 欠了五八万哦 你叫乱花拿来给我治病 有没有听到 没有你 我要让五百万干嘛 每一天我和我的影子散步 每一天我和我的影子散步 在浮游面前坚持不哭 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生幸福 一次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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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理由 我就能走出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少一点自由就辩护 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哭 无心犯的错误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哭 无心犯的错误 是心犯的错误 你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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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在乎